好吃哦 哇 皮脆脆的 到底不吃carbohydrate又有什麼好處呢 低糖的零食真的很難找 水果裡面呢 莓果類的carbohydrate是比較低的 既然用這個氣渣過來做這個減糖湯 這麼好吃又這麼簡單的話 我也想看看如果我用減糖來過一週的生活會怎麼樣 音樂 聽書 它裡面呢寫了一句話 讓我非常的震撼 我一直都說自己不能夠不吃澱粉 因為這樣很容易血糖低 我覺得頭暈會不舒服 可是它裡面呢竟然是講到 很多時候血糖低呢是因為你吃了carbohydrate 吃了澱粉之後血糖就會掉得很高 身體就會有胰島素分泌出來把它壓低 然後一不小心壓得太低的時候就會變得血糖低 而且會非常想吃東西就會一直吃東西 看到這裡我就覺得非常的好奇 到底不吃carbohydrate 又有什麼好處呢 Ricky在這本書裡面呢 做了一個圖表 我看完之後直接嚇到我 吃完carbohydrate之後呢 carbohydrate就會以鋼糖儲存 就算沒有再攝取額外的食物 也需要18個小時才會用完這一些鋼糖 然後輪到開始使用你的脂肪 那就代表說你在飲食方面的減脂是非常無效的 這本書除了是講減糖之外的 它還是一個食譜 是一個氣炸鍋的食譜 非常剛好呢 我就... 只有一台 新的氣炸鍋 頻道裡面分享這麼多健康的東西 卻沒有一個氣炸鍋實在太...落後了 先來開箱 裡面是有一個食譜的耶 它可以炸水果蓋 OK 減糖的理由有了 食譜有了 可以炸鍋有了 做 炸鍋 你看這個熟度 蒜頭跟牛排一起吃 超浮誇 可是真的超好吃 牛肉味很香 好像大竹啊我 既然用這個氣炸鍋來做這個減糖湯 這麼好吃又這麼簡單的話 我也想看看如果我用減糖來過一週的生活會怎麼樣 中間我用這個氣炸鍋做了什麼料理的話 我就會以影片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遇到什麼跟減糖有關的東西呢 也會記錄在這個影片裡面喔 從我這個第一餐減糖餐開始 吃 吃吧 千張豆皮本人 就是這麼薄的一張豆皮 碳水低 熱量低 所以很多人現在很流行把它用來包水夾娃 那我們今天要用它來做什麼呢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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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吃 monthshclock 很好吃 吃軟了 吃 先把水 我们现在出发去 宜兰游玩 常常在车层里面当然是要准备 鸡翅 无糖水果干 水果里面呢 莓果类的carbohydrate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今天选给自己的是 草莓口味 是蜜瓜口味的 你要有点甜甜甜味还不错 OK 瑞珊 来 帮帮瑞珊 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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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嘛 昨天回来美食的时候觉得旁边的风景真的很美 所以我就说今天早上就算再累 一定要起来跑步 五点的时候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真的超级五点美 那运动鞋了我就忘记戴 我自己是蓝色穿我新的champion的休闲运动鞋 它不是功能性的运动鞋 那我刚刚就只能够硬着头皮穿着它跑步 跑了五公里回来了觉得还OK 唉真的好在鞋子还OK 因为到民宿呢 我们的早餐就已经准备好了 架子 太阳 15 degrees 大阳 小白 小白 大阳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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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阳 小梦 我的朋友刚刚说在宜蘭这边点白饭很贵 所以他们只有点白饭给宜蘭 花一整个给我 ven一下 我得去完成 和熬叢 發阅因为温暖少了 做成后 煮吧 grup aman 我 PAUX 翻译 為什麼要素顏拍影片呢? 有人說要吃上顏 好,那我今天呢,提供給他就是 千張水餃 前幾天跟大家分享完千張之後 我發現他有賣已經包好成為水餃一顆顆的 一堂一組 非常的方便 那我這裡呢 哎呀 跑到我 看一下 高麗菜蝦仁 酒菜蝦仁 水餃當然是可以水煮啊 或是煎啊 還是我們這一集就會講氣炸鍋 當然,就是要有氣炸鍋 他說要吃少夜嗎?他自己炸 只是個炸水餃 對 對 收益力嗎? 錄進去就好了 然後按開就好了 要幾分鐘? 要大多十分鐘 叮 我已經放他 附一個漂亮的沙拉 哇,美美的 沒關係啦 等一下是想看美美的 等一下看好不好 好吃 好吃喔 哇,皮可可的耶 料理不錯 而且這個什麼皮啊 皮的帽子 皮的什麼 豆皮啊 韭菜的味道比較重 剛麗菜就是比較甜味比較重 皮超薄的 他喜歡吃皮薄的 所以喜歡吃的又不是吃皮 OK 我們這個燒麵 就這樣結束囉 晚安,掰掰 在減重的時候也是很想要吃零食的話 讓我可以介紹這一個 千非糖低糖的toffee 低糖的零食其實真的很難找 有香味一火的唷 嗯,可是沒有一般的toffee 這麼黏牙 carbohydrate 比一般的toffee 少70% 但不要吃太多喔 真的很想吃澱粉的時候呢 我就吃這個爆米麵 糙米做成螺旋麵的樣子 然後拿去煲湯 成分只有糙米跟水 那我要這個吧 那我要這個吧 蘇喜把臂他在生酮的時候 覺得每餐都吃得很飽 因為他油量非常大 在減糖的時候呢 常常都不是很夠飽 我覺得 減糖是非常需要加進去的 是不是很想知道那是什麼呢 那就要注意第二集囉 掰 我們有趣玩喔 我們這次來到台南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做的 表面看起來是完全沒有油的 南美爆炸 超好吃的喔